今天我发现我身后有非常多小帮手等着大家 是的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大家非常多伊莱克斯的吸尘器 当然呢 每一支它用每一支的特色 以及它的使用方式 今天都会一并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外观跟它的好用效果一样优秀 它的外观非常的漂亮 来给大家看到一下 无论是我身旁的这一台Q6 或者是白色跟酒红色的Q7 它们的颜色都是非常的鲜明之外 它是做有点雾面的 无论是哪一个颜色 它是做有点雾面的质感 所以你会发现 哇哦 它整个放在那边就是有艺术瓶的感觉 各位有发现这三个小朋友自己站立在那边吗 我觉得吸尘器可以站真的很方便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家里啊 在煮水或者是突然有邮差来 有客人来 往前一推就站起来了 它非常的轻 以吸尘器来说 好不好 大家吸尘器要跟吸尘器比 你不要跟我说它比卫生纸还要重喔 好不好 它要跟吸尘器比 以吸尘器来说 它真的很轻 它为什么可以坐到这么轻 因为它的马达坐在下面 它的马达坐在下方 所以重心是偏下的 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很好移动它 我从客厅吸碗要拿到我们的厨房 厨房吸碗要在卧室吸尘都可以 它的这个呢 拿动的部分呢 女生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知道很多妈妈真的是家事做太多了 扫地啊 拖地啊 洗衣服啊 手腕真的会很美丽 很不舒服 那你使用这样的吸尘器呢 因为它很轻 所以你在吸尘的时候也不用 你用废太多手腕的力气 不会伤你的手腕 再来它们家很强调的就是吸力 非常的强大 吸尘力呢 有到达百分之九十八 我们地板呢 就是用我们的芝麻来代替 家里可能有的比较大颗的这一些灰尘 对啊 超干净的 有没有 而且大家有发现它其实非常的好转 大家有发现吗 我就这样转 它很好转耶 我再压开大家帮我看一下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LED灯 有没有 它是LED灯会发光的 非常的强 强在哪里哦 我把你沙发底下 床底下的垃圾 吸得一缸二净 依赖克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毛发截断功能 一般的吸尘器下面都会长什么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来 就像这样 毛发在哪 就在这 对对对 就像这样 好 我家里吸尘器这样超讨厌 好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不用再拿出你家的剪刀了 只需要把它这样放在地上之后 优雅地踩它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 哇 几乎是已经截断了 所以它整个吸进去之后 你就不用再用剪刀在那边剪来剪去了 它是我们的抛光滚刷吸头 那要用在什么样的地板呢 来今天示范的木质地板 或者是瓷砖地板都可以用它 好处就是比较细小的戏风都可以吸起来 比较细微的灰尘之外呢 它也不会刮伤你家的地板 手上完全没有太白粉 非常的干净 这个吸头的话呢 它比较特别 它是我们的UV的这个床垫电动吸头 那UV 为什么有UV加在前方 就是它在吸尘的时候呢 会顺便散发出它的UV光 来做一个消毒的作用 因为其实我们这种床垫啊 超多成蛮细菌的 所以它的UV光就可以同时做清洁之外 里头的这个滚轮又会拍打我们的床部 把垃圾拍上来 吸上来 再来呢 我们纤维的布料专用电动吸头 家里面如果有养毛小孩 然后很多毛发呢 卡在你的这个缝隙当中就可以利用它 我刚刚明明就还没有吸 对 才靠近 大家有发现吗 我根本不用就是很用力地吸它 我只要一靠近它毛发就直接被吸上来 它的吸力真的强大 我这样子一吸 我的所有呢 像这样纤维的布料上面 就完全吸干净了 有时候呢 在炒菜的时候 会不小心把一些酱油啊 酱油膏 滴到地板 啊你家如果又是木质的地板 哇塞 这真的很精彩 一般的人就会比较费劲 你要去洗拖板 然后在那边 蹲在那边拖 来 我们看到我们最新的这款 伊莱克斯的吸拖两用的吸尘器 就是模拟你在家里拖地的状况 哇 它直接自动帮我们用这种旋转的方式 把我的地板清洁杂 它自己在旋转的时候 有那种往前的动力 所以我几乎没有什么推动 它就自己往前 我几乎没有再推 好轻松哦 可是呢 我还不是吸完之后 我要把那個下面的那個抹布拔下來 然後用鎖在那邊搓來搓去 這時候你就錯了 我們的依賴客是可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 來 這時候我們的水桶就搬出來了 要裝用水桶 對 大家想說 哇塞 我跟你講家裡如果有在用拖把拖地的媽媽想說 這水桶到底是要裝什麼 來 我告訴大家 就這個水量就夠了 它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它可以省水 它的吸托是非常省水的吸托 為什麼我不用手動的來去把下方的這個抹布 撕下來做清潔 因為呢 當我把它放上去 我的這個專用的水桶 來 電源按下去 哇 它自己在幫自己的抹布洗乾淨耶 太可愛了吧 我買完這台之後一定要去做水晶指甲 不要 不要洗頭髮 大家有看到嗎 很乾淨耶 非常的乾淨 超級方便耶 來 直接這邊拿起來 大家在加這個水的時候啊 記得乾淨的水要加在中點 然後它自己在每一次清潔的時候 就會把髒的水排到外面 所以我的水不會重複的汙染 我的這個呢 脫布是不會重複汙染的 那它的吸頭切換方式非常的簡單 大家有發現這邊有多一個這個小小的凸出來的地方嗎 走 我只需要踩一下 然後往上拉 喔 它就掉了 它就掉了 有沒有 輕輕鬆鬆 一踩 直接呢 把我們原本的吸頭呢 移動到旁邊 那這時候呢 家裡的另外一個吸頭 你就可以呢 把它稍微的卡住 用你的腳卡住 然後呢 這樣子卡進去就好了 它旁邊對不對 我完全不用蹲下來 直接呢 利用它的這個呢 非常方便的科技跟技術 應該說是小貼心的地方 直接讓你呢 利用雙腳 就可以來快速的 切換你想要的吸頭 放刷具的這個收納架 你有發現這塊地方 跟下面那塊地方 有圓圓的像磁鐵的東西嗎 是的 它是用磁吸的方式 它是用磁吸的方式 所以很輕鬆 直接呢 把它靠上去 下面靠進去之後呢 直接往後擺 它就吸進去了 它就站起來了 然後站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它周圍 其實就是可以放不同的吸頭 來總結一下 首先呢 我們第一款呢 是我們伊萊克斯基礎款 如果呢 你是喜歡 它們家獨特的毛髮結段吸頭 Q6就是很好的選擇 就算它只有入門款 但是它其實 也有非常多的吸頭 是非常方便的 譬如說毛髮的結段吸頭 它一定有 因為是它們家獨特的吸頭 再來呢 比較高處啊 那種轉彎的吸頭 或者是小毛刷的吸頭 軟毛刷的吸頭 它通通都有 我們的Q7這款酒紅色 特別推薦給 如果你有養寵物的朋友 因為寵物真的是太會掉毛髮了 它不但有毛髮結段吸頭 它更是呢 有我們這個纖維布專用的電動吸頭 所以即使是在沙發啦 或者是呢 纖維布料上面要來做清潔 它都非常的適合 接下來如果你是要比較全方位的吸頭 我們呢 口碑熱銷款的Q7冰雪白 就非常的適合大家 尤其是它裡頭還有拋光滾刷的吸頭 可以幫你來做地板的清潔 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UV的床墊電動吸頭 這一款吸頭就可以用拍打 以及UV的這個照射 讓我們的塵滿呢 無處可躲 直接被吸起來 再來呢 我們最新一款 最強大 最齊全 這款家居900 濕脫吸塵器 首先它有LED的 免沾手濕脫吸頭 這個真的是只有它有喔 好不好 再來呢 還有拋光滾刷吸頭 就是剛才我跟大家介紹到的 木質的地板 或者是磁磚的地板 很好來做操作使用 當然最強 但依萊克斯的特色刷頭也要 就是我們的毛反截斷吸頭 它也有 還有呢 我們的UV床墊電電動吸 它真的是全方位耶 這個呢 你要來吸我們床單的這些塵滿啊 或者是裡面有一些髒污的話 這個UV的這個就很好用 再來還有呢 縫隙360度吸頭也有 以及我們的斜角360度 毛刷吸頭也有 最後小毛刷吸頭也都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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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